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示威活动中 示威者抗议中国在东都决散内外实施的强迫劳动项目 有不少的维吾尔青年参加了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组织的活动 维吾尔青年在活动中发表讲话 批评中共政府以扶平民意下强迫维吾尔人参加强迫劳动 并将维吾尔人作为奴隶售出 他们督促国际社会抵制中国商品 示威者还呼吁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切断与支持中国强迫劳动计划的供应商的关系 聚集在荷兰海牙的东都决散人 以及支持他们的人权组织和维权人士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 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童话和种族灭绝 数百人参加了由新成立的东都决散非政府组织联盟和在荷兰的欧洲人权组织联合组织的抗议活动 该活动原定在中国临时馆前举行 由于参加人数众多在海牙的一个广场上举行 示威者要求中国关闭集中营并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两年以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水杯广场上进行担任游行的维吾尔活动者 阿卜多瑞伊姆艾尼在演讲中讲述了他和家人在东都决散内外所经历的破坏和攻击 阿卜多瑞伊姆艾尼于8月14日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进行单人抗议游行 要求中国当局提供他在东都决散被拘留或失踪的亲人的信息 当他申请提交一封信时由于领事馆官员的投诉而被拘留 在美国宣布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的三项双变协议后 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 鉴于美方的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香港暂停履行港美司法互助协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已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已发表声明 强烈反对和谴责 美国单方面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特区签署的上述协定 美国国务院表示 已与周三通知香港 华盛顿已暂停或终止了包括移交逃犯 移交被判刑人员 以及在对等基础上对国际传播运营所得免税 等三项双边协议 此前中国在香港实施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周四晚间正式接受民主党提命 成为该党追逐2020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拜登周四晚间演说的其中一个重点是 碰击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策 他在演说中表示 我们将透过团结一致来克服美国现在正面临的黑暗时刻 我以极大的荣誉 以谦卑的态度接受民主党的提命 成为2020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77岁的拜登成为美国史上最年长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在特拉华州大通中心的现场直播中参加了大会 他承诺将与所有民主党人 一道击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美国预定在11月3日举行2020总统大选 而特朗普将代表共和党接受拜登的挑战 中国山东两宝寺煤矿坑发生爆炸 导致7人死亡9人受伤 据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政府20日发布的消息 当天上午6时55分 中国山东能源肥城矿野集团运营的 两宝寺矿煤坑发生了爆炸事故 爆炸发生时 事故现场及附近有19名矿工 其中7人送医抢救后不治身亡 另外还有9人受伤送医救治 其中1人伤势严重 事发后该煤矿已紧急停止生产 据陆媒报道 这次矿坑爆炸事故的原因尚不明朗 官方正在对这次事故进行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